屋日久德国小潜亭人形步道地砖经过这些年的使用 不但破损严重而且容易积水 增加师生经过时滑倒受伤的几率 幸好在学校运用校务发展基金最近施作改善 将人形道砖加后耐重压 并且使用提高排水性的工法来施作 新的人形步道预计9月份就会改善完成 工人们来来回回 将新的整形道砖排列铺设 屋日久德国小潜亭整形步道自落成以来 地砖经过这些年来的使用 破损已经相当严重 而加上容易积水增加师生经过时滑倒受伤的几率 因此校方决定运用校务发展基金来进行改善工程 原本它是铺设磁砖 因为年代也久远 车辆碾压过之后很多破损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特地利用我们学校的 那个校务发展基金 大约200万 那我们来做我们潜艇的那个人形道砖的那个整修 那希望整修完之后呢 不只是我们车辆可以通行 那有时候户外教学游览车 有需要的话 那也可以停放在校园里面 那增加我们学童的安全 学校表示这次不只是将潜艇整形道砖整个换新 在财食上也将地砖加后能够耐重压 并且使用提高排水性的工法师座 来降低雨天积水的几率 对啊因为下雨天的话这之前都会积水 所以小朋友没办法过去 然后也会跌倒这样子不平坦 然后现在改善之后呢排水性会提高 然后路面也会平坦了 所以小朋友安全性强化了这样子 他预计在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完工了 那希望尽量不要在开学之后 还影响我们老师跟孩子的那个安全 那我们总部处这边也会尽量要求厂商 跟建筑师那尽量完工 潜艇整形步道的改善工程 花费大约200万元 预计9月底前完工 提供给师生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继续来出发台中采访不到